那這邊我先稍微示範一下 OPS你安裝完打開是不是就這樣黑黑的 對 你要記得現在是開始當導播 因為導播就可以控制嘛 一號機二號機有沒有去攝影棚參觀過 他們不會只有一台攝影機嘛 有的近景遠景 有沒有有特寫 所以你這個呢 左手邊這個場景就是那個概念 你是比如說像我一般 比如說摩克斯課程好了 是前面都會有一個片頭 然後中間就要老師開始講 最後是不是一個ending 那這樣就等於三個場景 好三個場景所以你 時間到了還是你要直播的時候你就先把這些場景都準備好 那這樣時間到我就開始播 那時間到就切換 那第二個呢我們要找的是這個場景裡面我們是要有一些來源 對不對有一些來源所以我們先 從這邊有一個加號 好你可以看到哇裡面有好多來源 那我先把我們 剛剛我早上做的輸出的那一張 把它放進來這是一張圖片 好這張圖片 另外如果你是要加字幕的這也可以單純加字幕 好單純加字幕 再來呢 如果你要抓你的什麼 網路攝影機就是視訊的 好視訊 最後 然後這邊有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 如果你要用這個其實比較好的方式是雙螢幕 單螢幕的話就變成說 你要切換有時候要準備 比較沒那麼方便 但是雙螢幕相對比較好用 這個就是把你 螢幕上的畫面全部顯示出去 好的那我現在了解之後我先抓一張圖片 我按確定 我就來瀏覽一下 我們剛剛的 那個 應該是放在 好我把它 移到桌面上來 在這邊 請問這樣有沒有一個背景 這樣比較有感覺 待會兒走進去就好了 好這一個 然後呢 我再把 講桌也叫進來 講桌也是一張圖片 那我們看一下 應該是去背好的 好去背好的 所以這裡呢 我放在 新資料夾 裡面 虛擬這門 糟糕這個沒有講桌的 好找到講台了放進來 確定 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有看到倒影了 今天喔 有看到吧 對不對 大小你可以自己調 接下來就要把我加進來了 有沒有一個視訊截取狀況 當然如果說 您本身是 影片的話 你就可以用媒體來源 對不對 比如說待會兒我們有做好的那個欄目影片 你就用媒體來源 好 我從這邊 視訊截取 那 你就看他要抓哪一個 現在抓到是我這個 有沒有 好 但是這個角度我要調整一下 你看他現在是不是看這個角度 我的欄目 不OK 對不對 這樣你知道 我部落格上文章 是完真的 這樣有遮住了嗎 有了 所以 我就可以開始講 如果我就擺這樣子 擺在這邊 你會不會覺得有狗皮藥膏的感覺 有嘛對不對 那我就 把自己擺到桌子裡面 來 我問一下各位 這裡有眼睛對不對 這也是塗層 你可以按著拖曳 也可以上面 有沒有上下一層 上一層下一層 我們可以從這邊 按著 往下拉 有沒有我就坐到後面去了 當然大小你要自己 比例上自己要 設定一下 這樣比較有FU吧 最好是 我不要做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我拍到的 是不是比較少一點 因為椅子比較矮 所以我最好是這樣子 你知道這個 7.1 有沒有 7.1這樣比較好一點 你不要拍啦 這個 這樣不好看 這樣那個幕後花絮 會不好看 這樣了解嗎 好 可以練功嘛 對不對 所以像這樣子 那 可是我是要把背景去掉 所以呢 我們來這邊 你可以在我的圖上面按右鍵 也可以就是在這邊 做都可以 按右鍵 有沒有叫濾鏡 還好平常在家蠻常 幹這種事情 來你看一下 有沒有叫色度鍵 色度鍵 這個這個 抱歉你們那個新版本 他那個位置 是在上面 色度鍵在上面 你們如果下載是19的話 我這是18的版本 所以可能會有一點不一樣 順序不一樣 但是 所以我真的沒有講錯 嘴巴沒有講錯 色度鍵 好按一下確定 來你看 現在預設是什麼木 是不是 綠木 我現在是要變成藍木 所以我把它變藍木 喔 糟糕 你就會開始懷疑了對不對 有沒有看錯 等一下呢你只要三個屬性 這三個由上而下 調 由上而下 強調一下 由上而下 因為相似性要先決定 所以我在這邊 有沒有我回來了 這樣可以 但是今天如果你是藍色小精靈就 就不行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 平滑度 有沒有 你看我那個麥克風 你有沒有發現 然後再來這個 溢出的 如果你太多 會變黑白 黑白的 少一點 顏色是不是就要豐富一點 這樣知道了 好 我可以 出現了嗎 其實你旁邊大家 看一下 有沒有出來了 這個是即時的好嗎 我現在只是沒有給你看幕後花絮而已喔 好嗎 來 這個幕後花絮 同步的 沒有後製的 但是你知道我如果動得太快會怎樣 有沒有注意到 因為 軟體走上運算一下嘛 你動太快的話 後面欄目是不是就看到了 一點點 這樣可以嗎 這樣我可以起來了嗎 這樣 了解吧 所以 這個東西其實好 好玩就在於說 以往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你一定要到哪裏 虛擬 沒錯吧 而且 學校要不要花很多錢蓋虛擬 你看我後腿眼 有沒有看到 有曝光了 左上角沒有藍目的地方 右上角沒有藍目的地方 是曝光了 對不對 你看其實在那個 我這裡有 這邊 很多學校其實都有什麼 都有建置 虛擬攝影棚嗎 要不要花很多錢 要 真的 很多都上百萬 當然比較便宜的幾十萬也跑不掉 可是 重點在說使用率跟什麼 老師自不自在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到這邊 一個人是沒辦法完成 沒錯吧 要不要找 不管是同學還是說 就是 同事 要不要幫忙做攝影做剪輯 而且不是去就做 一定要先事先怎麼樣 先溝通協調 沒錯 你如果沒有這樣子做的話 變成 錄出來的效果就很差 就很差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我一個人就完成 這樣我才被我沒 被很多常常罵說你怎麼可以講這個 可是其實說真的因為 老師 我們現在重點在什麼 你要錄內容 老師要比較輕鬆才願意錄啊 為什麼以前 OCW大家願意錄 因為跟我一般上課沒什麼兩樣 就攝影機就架在後面直接 就直接拍而已 我老師沒有特別感受到所謂的壓力 可是今天你要進那個虛擬攝影機 不是喔 我不是人去就好 第一個要約時間 第二個要怎麼樣 準備教材 他跟 對方 要有默契 講什麼時候 老師走位置喔 走對位 然後要什麼背景 是不是都要先溝通 那那個對老師來講 就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因為現在大家都忙 可是如果是這一種的 那你自己辦公室或者回家之後 用最輕鬆的方式 你要做就做嘛 對不對要站就站 你就 準備高一點 就好啦 所以今天應該不會大家跟我訂購三一架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像這樣的話 你是不是用最輕鬆的方式就可以來錄製了 因為其實說真的老師 不要說你啦 我自己如果你叫我去虛擬攝影棚 像我 明 禮拜五 可能要去朝陽 要簡報啊 就他們有一個課程提出來 要審查 審查會議 我要去檢報 因為提客戶課程的人是我 那我多多少少也會緊張啊 要準備一下 可是 如果 老師平常上課應該就很輕鬆 對不對 就很單純喔 為了好看的我還是蹲下來 不然這樣會沒看到 這樣OK嗎 所以待會兒川普應該也可以跟我一起玩嘛 反正進來他就去背好了 對不對 好就去背好 這樣 請問 可以玩藍木到你家了嗎 要玩看看了嗎 真的齁 來我們試看看好不好